環遊者中好事? 所有成熟的大姐姐我都要 這次我用來獻祭只有這張金屬收藏卡 竟然我沒有老師的卡 看來這次都空多吉少了 希望不要補底 我這次看到很多人都不用補底 我覺得我這次有機會不用補底 先抽一些垃圾 希望中我抽卡捲線 其實也不用希望的 因為很害怕有補底 真正的歐王 抽這個也不用補底 才叫真正的歐 你們覺得我平時抽到角色很誇張 哪有 我每次抽這個都補底 如果我真的歐的話 這個應該也不用補底 金色! 喂!他剛剛想給我金色 騙我的轉盤架 欺騙我的感情 我要 摩托 有 金色! 停! 唉 五張抽卡卷 之前有五張抽卡卷嗎? 真的不算了 我以為只有十張選項 哇!他在騙位 他明顯想不到要塞什麼進去 然後塞了五張抽卡卷進去 我告訴你 你塞一些收藏品的道具就可以了 這次老師都沒有收藏品 沒有他的真藏品 其實也很合理 因為老師的強度也很厲害 在補血方面 我差不多有長髮公主任命了 嘩!沒有了! 我不會相信的 我就是歐王 給點信心 大家給我一點氣 我要 啊! 為什麼他每次都在騙我 啊! 我心痛啊! 他就 差一點點 最後一下 這一下不中 那就沒有底了 我又不想沒有底 不是3就是4 移船1 50% 要是中 要是不中 熱的 哇! 我還想說 耶! 中了! 誰知道他竟然再 退後一格 沒有了 補底了 真是有新之年 又沒有一次真的不用補底 沒理由 大家都不用補底 難道補底的人不出帖 我覺得要做集中串 補底集中串 我最近看了一些人 瘋狂說不用10抽 不用補底 唉唷! 唉唷! 被人騙了 我懷疑那些應該是公獨身 他在迫我 正 大廳圖用 唉唷! 算了 都黃標了 不過上一條影片竟然沒有黃標 好像黃標了兩天 少了兩天的收入 這次應該都是黃標了 這次造型可以說是 跟皇冠那次那麼正 肉蛇那個其實 角色是好用的 但是戰鬥的時候不好看 這個就是戰鬥的時候好看 那角色也好看 那這些Skin 通常都有特別的語音 有些太緊 我幫你脫吧 挺正 因為老師成熟大隻 穿上一件舊的JK服 不過他這種Style 有點像韓國那些學校 不像日本 因為日本通常都是上手服 我記得韓國也是類似這種Style 不過整個五個照片 我覺得真的有點貴 可不可以不要再推出了 哈哈 100元那些差不多 已經很貴了 100元那些 他又沒有那些戰力加成 如果有戰力加成 課金也可能會好一點 他就只有造型 幸好這隻角色也算 比我多些人用 才覺得值 讀成的那個真是麻煩的 群子有點愛事 那就脫掉了 這兩個語音應該是播放率最高的 語音 不錯吧大家 你們會不會滿意 對於這個造型 我是蠻滿意的 無論是場面還是戰鬥 呃 條片太快完了 所以我決定 再拍多一點點 你也可以當這條片是教學 或者是伸手 看看 了解一下 都OK的 不過其實我所說的 在一年前 五年前 可能已經有人說了 甚至可能最近大家都知道 或者是老玩家都知道 不過算了 我相信一定有人都不知道 我們今天來決定 批開一下 老師最強配隊 馬律 嘩 糟糕 這片花做廣東話 不如現在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怎麼唸 馬律 哈拿 差拿 不管了 我想我也不需要多說 但現在都知道老師是甚麼定位角色 他就是一隻補血的奶媽 那老師最常大家聽到就是配抹蛋隊 抹蛋隊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今天就讓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抹蛋隊其實全名就叫做 最後的子彈隊 但以前就不是叫這個名字 以前叫做無限子彈隊 自從有了陶洛斯之後 和泳裝臭屋友之後 抹蛋隊這件事就開始承認了 抹蛋隊故名思義 就是發動最後子彈的效果 例如老師的一技 最後子彈命中時 全體隊友就會回血 最後子彈命中時 攻擊力最高的兩名隊友 他的回血量會提升 那怎樣可以最快觸發到最後子彈呢 就是配合抹蛋隊裡面 抹蛋隊基本上可以說是 門檻是比較低的 新手一定是有的 因為他就是初音 初音這隻角色大家一定有的 在角色方面大家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門檻 你最少要考慮就是他的技能 因為你要升到很高 你才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初音他的一技能 就是發動大技的時候 全部隊友就會提升攻擊力 換彈速度 以及減低最大的裝彈數50% 就是靠初音一個 最大的裝彈數減少50% 令到我們的老師子彈數量變少 正常拿來老師就只有9發子彈 減了50%就只有4發左右 4發相比9發 是不是更容易可以觸發到最後子彈呢 這就是抹蛋隊 這就是抹蛋隊最簡單的概念 加上初音 完成新手教學的7天 你就可以獲得一隻 而且他也是常著角 大家一定會有的 所以這樣其實已經是一個抹蛋隊 只不過後面可能大家要追求傷害 就要拿這隻泳裝 臭屁股和多羅出來 但是沒有了他們兩個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的 但是一定沒有那麼厲害的 所以目前最好的老師隊友 一定是多羅配老師 然後爆衫再放一隻臭屁股 最後一個位置快揹 大部分都是放紅蓮的 因為泳裝臭屁股是可以幫電屬性隊友加傷的 電屬性高傷害的惡性就只有他 而且沒有抹蛋隊是一個副作用的 都不可以叫副作用 他除了減少子彈之外 他還可以提升換彈速度 如果初音升爆了招技就加50% 只要100% 你就不需要再換子彈了 不需要換子彈 你可以不斷開槍 所以以前沒有多羅和泳裝臭屁股 我通常都會叫他無限子彈隊 就是不需要換子彈 但是有了抽屁股之後就變成這種抹蛋隊 這個可以說是最強的老師配隊 那是不是老師只可以放在這裡 就不是的 因為老師其實是一隻很不錯的回血角 只不過你放在抹蛋隊裡面 就會有100%的提升 可以展示他100%的實力出來 但是如果你放在其他隊 就會弱很多 特別一技會弱很多 因為抹蛋可以不斷觸發不斷補血 你放在抹蛋隊裡 你就很難觸發到 千萬不要放在麗塔 因為麗塔是會增加子彈的 開技能的時候就會增加子彈數 那你幫老師增加子彈數 就只會令到他很難觸發到最後的子彈 所以一粒加子彈的角色 都不適合配在老師身上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說 我新玩家只有初音 沒有泳裝臭屁股 然後紅蓮我又沒抽到 多了又是朝聖姐 或者怎樣抽 我牧場只有兩隻可以怎樣砌 那你既然什麼都沒有 那你就不要祈求這一隊 是可以發揮到100%的實力了 可以補血不死 但是你輸出一定不會夠高 已經有回血了 生存方面我們完全沒有壓力了 所以爆一就可以放 玉琳姆 那為什麼放了它 因為它有減CD 所以打的 有減CD 你開大技的時候就不會卡住了 不會有CD未冷卻完的情況 所以敗玉琳姆是不錯的 當然就不會很厲害了 因為它的作用就是 純粹加技能冷卻時間 還有暴擊傷害暴擊力 暴擊力這件事 這遊戲裡面就不厲害 所以下位是替代的 如果連他也沒有呢 那就麻煩了 人妻一點都可以 不過你三號位的主師就要放追擊了 阿麗絲都可以的 不過這個已經不是叫沒彈隊 是叫無限子彈隊 不過這個時候 大雞是未到100%換子彈的 因為初音它就只有50% 即是還欠50% 另外那50%怎麼拿呢 喆德米 爆二 它白就可以提升全隊45%換彈速度 以前就是這樣組裝的 以前無限子彈隊配紅蓮可以放它 不過它就一定要放這個位 因為要長期打開他的大技 老師招大技真的很危險 沒什麼血力才打開 不過這樣組裝就變成了配賽 這個可以說是另一種組裝 不好意思漏了 他才只有45% 即是還欠5%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使用我們的魔方 遺跡巨紅魔方 這個魔方的效果是可以增加 接近30%的換彈速度 我還要9% 你低一點都是可以的 5%是絕對沒問題 你也可以裝備 這樣就可以做到100%無限子彈 老師的技能 又可以不斷觸發到 不過一定不會比剛剛那隊的 因為明裝 臭裸友和紅蓮很厲害 真的夠勉強 他沒用 還有第三種配法的 王冠 這個有點難拿 不過也算是一隻挺厲害的角色 他也是有40%換彈速度 即是還差6% 你摸一配就可以了 然後爆1可以放 翁蘭姆 真的只有翁蘭姆可以選 然後爆3再放多隻 輸出 紅蓮 暗影大人 小紅帽 小紅帽 有點浪費 因為小紅帽大技 已經無限子彈 一般的小紅帽 A2 都可以的 不過好像有點難 因為已經是很久之前了 總之 這隊又比較慢用 你配什麼主意師都可以的 這個三號位 配你練到最高的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放一些無限子彈 或者是 你只要不要放小紅帽 麥斯威爾 追擊槍 或者瑪麗安放進去就可以了 除了這些都可以的 拉普拉茨也不要放 其他我都可以的 算是比較慢用 剛剛那隊 剛剛那隊只是追擊可以用 這隊比較慢用 然後到裝備的詞條 老師就最好是配攻擊力 或者是配防禦力 這兩種而已 因為他的補血量 是根據他的傷害 越高傷就越高回血量 而大技下面這個家防 就看你的防禦力有多高 所以老師最好的詞條 就是防禦力和攻擊力 其他都可以不用刷 那麼裝備 需要升到T10的5 就看你的素材 不過一般來說 你主師未升好之前 是不應該升老師 你既然沒有主師升好 你有多餘的素材 你先好升 因為遊戲 其實都是看你的輸出有多高 你升爆補血奶馬 你是可以不用死 你的補血量很高 很高防禦力 但是你沒有輸出 都是沒用 所以你升好你的角色 技能方面都是一樣 有先升 不是一量先升輸出角 前期基本上全4就可以了 就夠用了 如果你說我已經有很多素材 那你就774 那你就可以一技和二技可以先升 大技最後升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一技和二技都可以補血 魔方就肯定 沒彈隊一定是放過換彈魔方 保持100%的換彈速度 老師看起來好像一個很認真 完全沒有任何的缺點 很盡責的老師 但實際上 她是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都會忍不住失控的老師 她形成了一種反差文 即是她故事裡面 她看到蘿伊 她面對蘿伊 和其他學生的態度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她覺得蘿伊太可愛 她害羞 她害羞 她不懂得如何在蘿伊前給反應 非常喜歡可愛的東西 或者是她有一次都跟蘿伊去買東西 看到可愛的公仔 就會說蘿伊喜歡買 然後就買了她 但實際上其實她比較想要 就是這一種反差文 加上她平時這麼認真 我就很喜歡她 而且她是黑長直 不過她這個黑長直 嚴格來說也不算 因為她有內艷 你會看到她後面其實是灰色的 但如果你在背後看 其實她是黑色的 只不過是內艷 這種染法是很貴的 所以也可以突顯到老師 都說不錯的人工 這次還要買一件JK衣服 為了避開別人的監視 換了這件JK衣服 來跟我們見面 你又知道她是一個非常盡責 然後又有反差文 嘩 完美的女人 這次都不再猶豫了 快點買了她 遠看只有一件普通的白色襯衣服 但其實她已經出汗了 你看到有些透透的感覺 躍隱躍現才是正義 這個正面立刻已經躍隱躍現了 戰鬥的時候 下面直接露出來 還可以忍 忍不到了 各位 這個彈性 後面你看多緊 那條緊身短裙 你仔細看一下 你會看到她有個狠 你會看到底褲那條狠 她的細節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物超所值 加上她出場率也挺高 我是挺喜歡的 但是她這個Q版 她後面不是內艷 她後面竟然是黑色頭髮 偷懶啊 SD公仔偷懶啊 你看她造型後面都是內艷 灰色的嘛 捉到了 偷懶 那條片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的模式呢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總之她每次出這個超貝造型 我有買都會這樣拍的 再多點時間 那就預告一下 下一隻 我會繼續說回毒蛇 毒蛇我現在還在努力練習 希望可以幫她解放到完全體之後 再看看她的傷害是否厲害 之前就單靠她一階和二階 就斷定了她的命運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三階段 再看看她這個 是不是可以上去再高一點的排名 可不可以上去T1呢 我們到時候再說吧 我想應該大概一個月內應該會出到的 因為還欠大概三四十個零件 對啦 我們今天就在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LIN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